大家好,我是花牙猫 今天的教学是Blender新手常见问题解决系列7 为什么画面或是物件变成紫色的呢? 那可以从萤幕上看到 现在我的后面整个画面全部都是紫红色的 通常Blender会用紫红色来提醒的话 就是代表物件当中有贴图遗失了 那因为后面是整片变成紫红色的 所以我可以大胆的猜测 它是HDRi遗失了 那我就来到HDRi World的面板这边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虽然有新增一个HDRi的图示档案 但这个图示档案可能被移动或是删除 造成Blender在读档的时候没有办法进行读档 那这时候只要再重新按这个资料夹的icon 点选它 然后重新连接回HDRi的档案就可以了 重新连接之后就可以发现紫红色的颜色不见了 然后Blender里面又可以重新的连接到这个档案 那最主要会发生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Blender自己本身档案的设置问题 当我们今天在读取一个贴图档案的时候 不论是在HDRi或是在Shader Editor里面去进行读档时 Blender并不会额外去建造一个档案存在它自己的资料夹里面 而是单纯用连接的方式去记得这个贴图当初所连接的路径是什么 所以当路径消失了 档案可能移失删除或是你移动Blender本身的档案 那Blender就会觉得很困惑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答案不见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即使移动了贴图或是移动Blender档案 也不会掉贴图的话 可以到左上角的File External Data 然后选Pack Resources 点选它 那就可以看到底下出现Packed 11 Files 那这就代表现在我已经把所有的贴图档案都存在Blender里面 之后即使我移动Blender位置或是移动了贴图的位置 那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现在已经把档案存在这里面了 那到右边这里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Unpack Item的小图示 就代表我现在的档案其实是打包在Blender里面的 如果我想要取消打包的话 就可以点选这个按键 那刚刚左上角File External Data 我们选的是Packed Resources 如果你希望Blender每一次 你会入一个新的贴图都可以自动保存的话 就可以把最上面这个AutomaticallyPacked Resources打勾 那这样之后你所有使用的贴图 Blender都会在你存档的时候就自动把你进行保存 那当然打勾它就是有好有坏 因为你的Blender档案可能会因此变更大 单纯使用连结的方式就是轻巧方便 你不会让Blender本身档案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但如果你会害怕说接下来会遗失档案 或是你其实有移动Blender或是移动贴图档案的需求的话 那就会建议大家还是把File External Data的Packed Resources打开 然后自动的更新打开 这样就可以避免贴图的档案移失 那如果今天你是汇入一个新的物件 然后物件本身变成紫色的话 就代表物件的贴图遗失了 你需要帮它建立 它可能已经有一个Material 那你会需要帮它建立 把贴图都连结到正确的 Node的点上面 这样就可以帮助它恢复成有贴图的物件 那以上的教学就到这边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教学的话 欢迎帮我按赞跟订阅 我们就下个教学见啦 拜拜